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黑色科幻起居电影《钢铁仓穹》 广阔宇宙,蔚蓝仓穹 某太空飞行器安然降落到月球表面 美国女总统的竞选海报也树立在了飞行器上 男主大黑站在飞行器前等待小伙伴给他拍照 小伙伴却在远处发现了这里存在亥三的信号 同时眼前出现一个大型军事基地 小伙伴还没来得及告诉大黑 就被带有纳粹袖章的士兵一枪爆头 大黑也被活捉了 原来纳粹科学家在反重力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后 秘密在月球背面建立了这个名为黑色太阳的军事基地 在纳粹战败之后 他们的精英分子纷纷逃亡到这个月球基地 基地内,士兵们将大黑带到纳粹援手面前 大黑趁众人没反应过来,瞬间开溜 而另一边的地球上 美国女总统因为宇航院的失踪 导致支持率暴跌而大发雷霆 纳粹通讯官阿德勒想让女老师去调查大黑 她刚要跟正在打听大黑情况的女老师调情时 逃跑路上的大黑却从天花板摔下来把她砸晕了 大黑情急之下打开了外舱门想要逃跑 女老师想上前阻止却没有成功 瞬间,大黑和老师被吸了出去 大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拉住老师回到基地内 愤怒的通讯官想杀掉大黑 为了保命,大黑告诉他自己人是地球上的美国总统 于是大黑就被带到了女老师他爸 白发博士的实验室去审问 原来大黑是个模特 美国总统为竞选作秀而把他们送上了月球 而博士却对大黑的智能手机非常感兴趣 他发现这部手机比他们所有电脑加起来要快一千倍 但手机却在测试时没电了 通讯官得到纳粹元首的同意 前往地球带回更多的手机 以启动他们的超级武器 随后便带着已经被漂白的大黑出发前往地球 老师也围随他们前往 乱到地球后通讯官抢了一辆车 并绑架了女总统的竞选组长 性感微妞 海江大黑推下了车 通讯官让微妞带自己去见总统 而一直受美化纳粹书籍影响的老师 也对微妞开始了和平 善良与爱的演讲 微妞终于带他们见到总统 而女总统用老师的演讲 变成自己的竞选演讲 支持率节节攀升 三个月后 老师在街头遇见宣讲纳粹反攻 却被人误以为是疯子的大黑 观点不一样的两人还打了一架 最后街头遇见那样纳粹秀章流氓的事 终于让老师认识到了纳粹的真面目 此时通讯官正在给急于放飞自我的微妞 讲述自己反攻月球的宏大计划 却发现纳粹元首等人就在房间里围观他们 原来元首早就知道了通讯官的叛变计划 已经派出飞船前来攻击地球 微妞打伤元首杀掉侍卫 想要跟通讯官继续放飞自我 通讯官却杀掉了受伤的元首 自己做起了新的元首 拿了元首的权杖和平板电脑飞回月球 其实所谓反攻月球也只是为了夺权 他的最终目的还是征服地球 通讯官一声令下 无数的纳粹飞船飞向地球 对街上平民发起攻击 但女总统却满意的笑了 她认为战争中自己的支持率可以得到提高 国防长命令微妞去对抗纳粹飞船 而得知真相的老师 举定带着大黑回到月球阻止侵略 而此时的联合国内也一片混乱 美国总统告诉大家 发动战争的12战战败后等待反攻的纳粹 而美国曾偷偷建造了一艘太空战舰 可以消灭纳粹 但面对数量庞大的纳粹战队 单打独斗的美国战舰很快就落了下风 世界各国的战舰已纷纷加入到战斗中来 成功摧毁了纳粹战队 面对地球的反击 通讯官决定启动 可以彻底打败地球的战争武器 诸神黄昏 而老师和大黑到达月球后分头行动 大黑打晕了正在启动诸神黄昏的白发博士 拔掉了正在运作的平板电脑 老师在操作台和通讯官对决时 将高跟斜斜根插入了他的脑袋 接受了他的生命 最终成功粉碎了纳粹的阴谋 战争取得胜利了 但联合国内的各国代表 却为了争夺月球上的骇僧 毫无形象的大大出手 乱走一团 老师回到曾经的教室 告诉在此处避难的人们 要以和平的方式重回地球 而此时喝下还原剂的大黑也出现了 两人在众人面前拥吻 这部影片讽刺意味强烈 为了博观众一笑 编剧和导演而是煞费苦心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点赞和关注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